把他举到手 他老说我不着正调 不务实 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现在在外面发展的越来越好 是不是感觉有点配不上我了 但是我感觉他要是这么放弃我的话 以后肯定会后悔 一个要面子的男人 一个自我感觉极佳的男人 你是不是配不上我了 所以你要跑啊 那到底是女孩配不上他 还是另有其因呢 来 各位用掌声请出他们 男主人公大志31岁 来自吉林职业销售学历大专 女主人公平平26岁 也是来自吉林 她的职业是文员 学历是大专 来 有请两位 你是觉得他配不上你 所以他提出分手是吧 是的 你现在是个什么条件啊 我现在就属于那个北漂一族 但是这种状态是暂时的 将来是美好的吧 我正在努力 等于分手是您提出来了 是吧 婷婷啊 我没有想提分手现在 我只是觉得他 那个有点太过了 平时吹牛 然后打着我脸冲胖子 有什么事都往上冲 其实根本就没有那实力 我们现在过的都什么日子呀 结果他还那样那么虚荣 我就是想跟他商量一下 能不能改到你这个毛病 那你怎么在这小片里说 人家是因为配不上你 人家要走啊 他非要我 根本就不是他自己那样想的 那你在北京做什么呢 我是做那个工业设备销售的 什么时候才能 你说发财吗 发财有什么好 那就是不久的将来 就是让他觉得咱们的生活很好 因为他说你打肿脸冲胖子 我是这个意思 对呀 有时候为了交际 为了扩展自己的人 你不得不有的时候 在朋友面前产量一点 大玩一点 你这样才会交到很多的朋友 如果你刚来到这个莫方城市 一个外地人 一个东北来的 你不去产量的交朋友的话 谁会搭理你 你没有人卖 谁会帮你做事情 你也是别人吃饭 你买单是吧 经常买单 他不光这样 他是在地铁上认识的人 刚认识没几天的人 他也把人当朋友 请人回家吃饭 有一次特生气 他就是出去就睡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特别有钱的那种客户 然后他就特别重视人家 平时隔三差五的老找人家 请人出去吃饭 唱歌什么的 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 吃完饭路过那个子住院那边 然后他就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呢 他指着一个高党小区 然后指着那个说 那就是我新订的房子 一百多平的 他就这样跟人家吹 然后结果怎么着 说着无心听着有意啊 结果过一段时间 他们不是 女朋友 真过来投问他来了 说那个 那个大志哥 把你们那房子 反正你们现在 你不是说空着呢吗 你借我住两个月呗 我周转一下 刚到北京找工作 现在也没有房子住 挺紧的 那你怎么回应呢 他花钱给人家租房子 让人家住 你这是不是吹牛 你这是不是骗人家 我当时说是 说给客户挺的 没想到让我同事记住了 真心他真遇到困难 老家来朋友 没地方住 求到我了 你说他也不是常住 就住两个月 就两个月而已 我帮朋友个忙嘛 住了两个月就走了 是啊 不到两个月 一月二十天就走了 你付的租金 住了两个月 你知道花多少钱吗 真行啊 他不光这个 平时特虚荣 知道吗 就不是也没挣那么多钱 实际上 他就放到微博上晒 完全是一种正常的 都市里面的 时尚的生活方式 外国你大哥 这是正常的吗 他在微博里面晒一晒 来 看看啊 你们有车了是吧 还有什么 怎么车 不是他的车 那是他经常 没事的时候休息 你就带我去逛4S店 然后老婆说 哎 媳妇我下次 我就给你买这车 说成真的似的 然后 你不这么说 卖车的听说了 早就撵他出去了 对不对 你恶不恶心啊 不能做手吗 你恶不恶心啊 去4S店有几个人 能真正买呀 都是去享受一下 感受一下 每周都去 然后摆各种pose 然后让我给他各种照 各种姿势 然后就放在微博上 对啊 人家4S店人不问他吗 他说 哎 小姐我下个月订这车 结果那 收车小姐 天天给他打电话 问他 哎 你什么时候来交定金 我要说我家这 不想买的话 他就早点 你让我出去了嘛 这不可能让我做 所以说 我只能说我想买 想买 他就给给我打电话 他不给我打电话 老板就要开除他 对 那后来这事 你怎么解决了 换个号吗 换个电话号 经常换号 我换号我就换号 你们这都干嘛的 真是 我两个电话号 工作一个 永远不能换 生活一个 无所谓的 换号 然后特自恋 说那个 在街上逛街 自卑 感觉 怎么我自卑 跟不上我了 跟不上我 这生活的节奏了 怎么自恋了 这很正常 什么生活方式 你逛逛4S店 玩玩4S店 生活方式就骗人 会有人 咱就看看 在微博上晒一下而已 很多小年轻人 都把自己的空间 微博 装扮一下 好看一下 本来就是虚幻的世界 网络上 我因为在这次当中 穿那些大牌子 你是够虚幻的 够我一月工资了 你每天是不是 是不是是感觉 自己跟那个白马王子 似的呀 自己感觉特良 好像知道吗 老跟我说 哎 媳妇你看那个 刚才那美女 看了我好几眼 是不是 我 他确实是看我来 什么人家看你呀 人家根本没看你好不好 你在我旁边他敢看我吗 对不对 我们楼下那奶茶店嘛 有一个奶茶店 然后平时经常去那喝奶茶 你北奶茶送一张那个卡 极其十张卡 然后可以免费喝两杯嘛 然后那次我跟他去换去了 然后他非说人家奶茶妹妹 看上了了才免费请他喝的 你多恶心呀你 跟我说这话 你没发现那珍珠豆 都给多了吗 照别人多吗 你得了吧你 婷婷 你怎么跟这人过了几年 两年多 怎么过来的就这么一人 我们他以前在东北 也不是这么过分你知道吧 以前人确实挺好的 然后也挺大方的 挺细心的 经常去我们家 一长一短的 把我妈哄得特开心 当时是挺好的 后来他就开始跟我说 我家有多有实力啊 我家在咱们市中心 因为我们吉林的嘛 有那个三套房子 结果我一去 我了解了 他们家就一套 就是 楼下不还有俩糊涂买房吗 就是住了一辈子的那个 他爸他妈住了一辈子的那个 旧楼 什么糊涂买房 你好意思说呀 没事就放点那 就放点你家废气 废气品放那 你这都考察了 你还不离开了呀 我也不是那么 除他钱呀 除他家条件好 才跟他在一起的 我就觉得人好 就可以 我想着能不能 跟他在一起了 他能踏实点 好好工作 那他工作认真吗 踏实吗 在老家工作也是那样 咬嚼当当的一天 我老家那个工作 我没法上进 那个工作就老外边 把他点 我干到六十岁 还是那个样子 我还怎么上进呢 这是很残酷的现实 什么现实 在我身边的现实 什么现实 那现实就是 进4S店坐在里面 拍个照片 那就是现实吗 我感觉这生活的 很开心呢 你开心是吧 开心 你开心 我可不开心 天天把工资 都花了一个二镜的 还得跟人借钱 出去冲 他还借钱 那当然得借钱了 你不是说 千金散去还不来吗 你投心不得投入点吗 你先不去花钱 那谁会 谁会来搭理你 谁会来把钱 把财务送给你 你得先去交朋友 叫大志是吧 广交朋友 是我成功的基石 对不对 这谁教的你 大志 我身边部都这样 都这么玩 如果他现在要求你 不这么玩了 你还这么玩吗 他就想带我回去 让我跟他一起 回老家去 过那种小生活 小日子 我现在我工资 比原来老家的工资 发了五六倍 你现在一个月 更多二千 方便说吗 没什么不方便的 这个我做的业务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四五千 现在已经达到 一万多 一万四五左右 那不错 是实际收入吗 不过他花的 确实能挣一万四五 是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从来没剩下 有个钱每个月 那钱呢 那当时我用的了 我维护客户关系 对那你给我描绘一下 你未来的美好生活 叫大生活是怎么样的 你不想回去过小日子 我就想在北京 给他买一套 像他老家一样大的房子 多大 这区买的一百五十平以上 你们老家有一百五十平 在北京三环内 在北京三环内 是吧 对 如果你要帮到五环 那就不叫来北京发展 到北京郊区去发展 就实际有来 我们到这来 又给我们安排工作 又给我们 有房子给我们住 有车给我们开 结果我到这来 就是他吹牛的 当时我俩来 那几天差点露宿街头了 我家亲戚不是出国了吗 你还在这儿憋 你现在你敢不敢 当时在那边承认 你根本就没那亲戚 他对你怎么样 一开始挺好的 现在我觉得也不怎么好了 我觉得嘴里都没一句实话 老忽悠我 那不叫忽悠 那就善意的谎言 什么善意的谎言 我是为了引导你 跟上我的步伐 逐渐的快速 融入到这个城市生活 你再引导我就跟你跳下深渊了 不要老想着 赶钱回家去买房子 回家的生活 我们要 大根在北京 做北京人 在北京生活 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家 你当然想的挺好的 可是现在怎么样呢 努力嘛 刚来一年就想回去了 大致说句实话 我快绷不住了 你们来吧 我也不想问了 这个状态大家都看到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害了你 让你有很多错误的认识 来我们听听老师们的看法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满腔的豪情壮志 其实所有的功夫都在嘴皮子上面 什么事都干不了 你看你现在好像整天忙忙碌碌的 内心很苍白 心里有多少自卑 嘴上才会有多大的谎言 人生有多么的苍白 才会把自己伪装的多精彩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知道吗 我这么多是为了适应我现在的圈子 我不是说非要去买这种好 你这句话说的对了 你发现跟不上这边的节奏 慌了 自卑了 你说你害自己就好 不要害人家姑娘 平白无故把人家姑娘 带到北京过这种生活 你说你那个跟人家说有亲戚 到北京来露宿街头 对吗 我告诉你 其他你什么都别说 刚才我就记住一句话 你说你一个月挣一万四五千 每个月交一万块钱给媳妇 行不行 那你说我一万交给她 我就房租要不要 房租她付 她还有生活费呢 所以我发现 你五千块钱还不够吗 那请问老师 你日常跟客户应酬一场 需要花多少钱 一个月需要应酬几场的 我要四五千块钱够吗 我怎么去维持客户关系呢 我手里就四五千块钱一个月 来来来 过来我来回答你这问题 四五千块钱够应酬吗 我想回答你的是 对你来说就应该够了 为什么这么说 很简单 我们到底挣多少钱 我们才花多少钱 我不能说我一个月挣一万四五 我拿两万块钱 我去应酬去了 然后指望这种应酬 能够产生一个更大的效应 我从来不相信这样的事情 我自己认为 反正过日子账是这么算的 有个家在那儿呢 每个月要给家里多少钱 剩下是我们去拿来用的钱 家里的钱一分都不给 那你别要家了 就陆陆琪老师说的 你自己去做 你害人干嘛呀 我觉得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 虚荣心在作祟 我这是上进 是是是 上进吧 我是为了往上跑 当你上进 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 都丢掉的时候 你揣了一屋子的钱 真的没有意义 挣钱的目的是 为让家人过得幸福 而不是为了去给别人炫耀 我肤浅的认识 来我们听听其他老师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姑娘 真好 这样的姑娘被你骗到北京 我不管你的初衷是怎样的 事实上就是你把她骗到北京的 还没有来北京之前 你把她骗成你的女朋友 因为你说你家里有这个 那个这个那个多少房子 没有 这些都是你捏造的事实 对不对 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我知道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她 天底下最喜欢她的人 我真心爱她 所以说我想尽一切办法 想尽一切办法 正当的吗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 能对她最好的人 最能保护她的 最能爱护她的人是我 所以说我要不择手段 最能保护她的人 所以就欺骗她 那只是晒一个谎言意见 方式上的选择 我觉得你还活在空中呢 你飘忽着呢 你还没有落地呢 你在晒出那些车的时候 你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告诉别人 大家看那是我的新作家 这是什么样的心理 那是做给外人看的 做给外人 你没钱就没人打理你啊 如果你所有的朋友 都是要用钱去交的话 不交也罢 真正的朋友 你要一直去坚持的 是在你最普通 最平常的时候 一直陪伴你的 那叫你的朋友 你有钱了 轰拥而上的 那不叫朋友 还有就是 姑娘很好 这样的女人娶回家 哇 我要是男人 我觉得挺好的 我总感觉 她一点也不理解我 现在是 一个女人能够 完全不计较 你骗了她 你骗了她 骗了这么久 她还能跟你过下去 我佩服她 所以说很珍惜的 我想挖留她 不想让她回去 那就赶紧 找到自己是谁 我是谁 我在干什么 价值观已经完全扭曲了 其实挺可怕的 我觉得 这个女孩真的对她挺好 坦率的来说 我是比较理解你 但我想说 虚荣就算了 别太虚伪 自大就算了 别太自狂 我们先说到虚荣 有钱的人 无需证明 比尔盖茨永远 都不戴项链 不戴表 当然生活当中 也确实是有些人 喜欢装饰自己内心的 自卑和空虚 我也有过这种自卑 在我最开始 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有 我还记得第一次 做嘉宾的时候 因为印象当中 好多嘉宾不是前呼后拥吗 我们会有自卑 很正常的 所以我跟我妻子说 要不 我咱也捣吃一下 虽然没什么钱 多多少少还得有点面 虽然我信我有才 但是 人 毕竟是世俗的 但问题是 我在装扮自己的同时 我知道我是装出来的 我知道自己有几斤鞋料 我知道贴在我身上的标签 是为了装饰我 让我不断努力前行的 你最可怕的是什么 虚荣一点没有问题 就像前面的那个广哥 他虽然虚荣 但他是有多少钱就掏出来 他不造假 你造假 有一种人是虚荣虚伪 还有一种人是自大幻想 你两者 我两大象呼吸到一起 应该是精品吧 你拉倒吧 这在心理上是一种严重的倾向 自大狂想症 确实是有这样的人 但我想说的是还好 你还蛮勤奋的 虽然你喜欢吹牛 但他毕竟在努力着 他并没有像有一些大老爷们 成天说自己在努力 但根本就不动手 这是你的优点 最后我想跟你说下方式方法的问题 我做了八年的销售 有很多的销售人员被所谓的成功学所误导 你真正要佩服的那些营销大师 是自己也真正做出了产业的人 他再来说自己的经验 那才叫真正的 以理会 我们原来做销售的时候 确实是有好多这个 老的业务员 成天只能吹 他要是有那么牛 他早自己做老板了 还留在这个公司干什么 早就独立自主了 他就忽悠你们这些新来的 甚至有的时候 以传授经验为方式 让你请他吃饭 美好的生活 谁都向上 你应该凭着你现在的努力 踏踏实实的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适当的人情往来 一定要用在那个节点上 而不是大把的往里面花钱 结果呢 没有产出 其次还有一点就是 男人是要做事业 但是一定要顾家 回到家里的时候 有一个这么好的妻子 安慰你 你要珍惜 不要总是想答案 我有多忧郁 他有多自卑 真正的强者 无需自辩 无需证明 我就是我 我不用带铃牌 我不用开好车 我依然有我的商业 就这样 谢谢老师